本期视频由饭道原创制作 从小时候接触方便面器 就被里面添加剂的味道深深俘获 当然那个年代是不明白添加剂一说的 就算明白 在零时不多的年代里 添加剂又算什么呢 相信好多80后甚至90后的小伙伴 童年都曾悄悄许愿 方便面这么好吃的东西 长大以后能添加剂 天天吃就好了 于是现在成了现实 眼角滑落一滴泪 唉 毕竟现在这个时代下 月光是90的大部分现状 用方便面吃就不错了 方便面也不负众望 几十年如一日的口感 吃起来还能追一童年 但是随着一个自热火锅的品牌崛起 市场似乎对方便面不那么友好了 临近冬日 大多数人都会邀上两三好友去吃吃火锅 热辣的分回 迅速赶走了毕竟林下的气温 火锅成了冬日大家 聚会的宠儿 但是有时候遇上周末 窗外飘着阴雨实在是不想离开暖哄哄的被窝 好不容易在饥饿的驱使下起了床 看看厨房的冰箱冷灶 想想吃了饭还有刷碗 顿时没了勇气 这时候 自热火锅就成了很多人的替代品 根据喜好放上调味料 看着各种食材在火锅底汤的汤里煮得沸腾热气缭绕 不用出门也能享受到热辣的火锅 吃完之后满足的拍拍肚子 将残汤渗水用盖子一盖 往塑料袋里一扔 拎起来就甩到垃圾桶里 不光不用洗碗 连手都可以不用洗 前提是受得了这个味道的话 简直是冬日里 狼癌晚期患者的福音啊